大家好 欢迎来到幸福新语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怀孕后老公出轨保姆 婆婆辅助逼我喝下堕胎药 我霸气反击 仅用一招 让她彻底断子绝孙 我发现老公和家里的保姆最近有些不对劲 晚饭后 他俩总会莫名其妙消失一段时间 我把家里翻遍了也找不到人影 但每次我洗完澡 他俩又会齐齐出现在家里 我问起来 他们就是一脸奇怪 说自己一直在家里 哪儿也没去 婆婆更是说我大惊小怪 胡言乱语 为了验证我没有胡说八道 吃完晚餐 我干脆坐在客厅 死死地守住家里的各个出口 我老公在卧室休息 黑人保姆詹妮特在厨房洗碗 我倒要看看 他们俩是如何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凭空消失又出现的 小梅尝尝我刚榨好的果汁 我正聚精会神时 婆婆端着一杯橙汁塞到我手中 一脸期待地看着我 我有些无奈 妈 水果直接吃就好 榨橙汁营养会流失的 话虽这么说 我还是仰头一饮而尽 婆婆笑了笑 没说话 把杯子接了过去 又盯着厨房 看了两分钟 我困意逐渐上冲 瞌睡底都抵不住 双眼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 家里黑漆漆的一片 我一个机灵 迅速起身开灯 保姆房和卧室 果然空无一人 这不是我的错觉 我老公和保姆 真的有问题 我突然想起晚上 婆婆递给我那杯果汁 前一秒 我还精神得很 怎么可能喝完一杯水 就睡过去 婆婆肯定知道什么 并且她还在阻止我探究真相 想到这儿 我冲到婆婆房门口 连门也顾不上敲了 直接推门进去质问道 妈 高明和詹妮特呢 令我意外的是 婆婆的床上也没有人 我愣了一下 客厅突然传来 门锁转动的声音 是老公高明 婆婆 还有詹妮特三人 他们有说有笑地进门 看着高明和詹妮特 毫无距离的样子 我心里不是滋味 你们去哪了 高明这才正眼看向我 出去散步消失了 看你睡着了 就没叫你 我提起手里的塑料袋 没好气地说 这是我在詹妮特房间里发现的 你们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 塑料袋里是一个用过的套 高明瞪着眼睛 冲我吼道 你没事去詹妮特的房间干什么 他是成年人 有自己的生活不是很正常吗 你这样随意窥探别人隐私的雇主 太可怕了 我要求你马上向詹妮特道歉 我一把将塑料袋朝他脸上甩过去 他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鬼混的 就算有自己的生活 也不该是在这里 你给老娘好好看看 这是什么袋子 我就说抽屉里怎么少了一个 是你偷拿过去和他一起用的吧 见我把证据一一列举 婆婆择了一声 开始霍西尼 刘梅 你别这么激动 阿威和詹妮特之间清清白白 什么都没有 事到如今 我哪里还憋得住火 下意识就扭头对着婆婆怒斥 你别说话 高明见我吼了他妈 气不打一处来 即不冲到我面前 一巴掌就拍到了我脸上 刘梅 你怎么能这么跟我妈说话 我脸上火辣辣地疼 整个人都反应不过来了 高明却嫌不够解气一般 又抡起拳头垂了下来 躲闪间 我扭了下脚 脑袋磕到了桌角上 额头顿时血流如注 赶到医院时 我意识都有些涣散了 依稀看到高明不耐烦的眼神 和婆婆解释的声音 她起床上厕所 不小心摔了一跤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应声估计是摔猛了吧 婆婆和高明把我送到医院 就回去了 之后的几天 他们不仅一眼都没来看过 连关心的电话和信息 也没给我发一个 一个人看病住院 我心里的孤独感 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我和高明虽然都是中国人 却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 异国他乡 遇到同胞 我和他一见如故 别看留学生听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其实大部分人过得都比较拮据 特别是欧美这些地方 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 汇率一兑换 父母赚的钱 根本就不够我们的日常花销 高明的爸爸因为工伤意外身亡 他留学的费用正是他爸的赔偿金 我和高明都选择了半工半读 他厨艺不错 经常会给我制作一些家乡的食物 在他身上 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因此 毕业后 我毅然决然留在美国嫁给了他 结婚后 他把自己的母亲接了过来 我原本以为一起吃过苦 我和他会是彼此最重要的人 没想到他动手打我就算了 现如今竟然还对我不闻不问 我爸妈当初就不同意我留在美国嫁给高明 说远嫁国外 我以后受了欺负也没有娘家人依靠 可惜我当时听不进去 还觉得他们起人忧天 叹了口气 我拿起手机主动给高明打了个电话 高明的态度很不好 我都把你送到医院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愣了一下 你老婆住院 你都不来照顾 高明责了一声 不耐烦道 我是不工作吗 你又不是小孩子 不要凡事都依赖我 真当大家都跟你一样闲啊 高明 你搞清楚 如果不是你把我打进医院 我会需要人照顾吗 你还好意思怪我 要不是你不信任我 我会那么生气吗 你还对我妈出言不逊 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妈 你吼她 我要是受得了 就不是男人了 我没有 别说了 两夫妻之间 你竟然怀疑我 我这几天不想看到你 电话随着她的怒吼被挂断 我久久没反应过来 高明又在微信上 给我发了条信息 这段时间 你好好反思一下吧 我心里有根刺 这件事不可能这么过去 难道真的是我小题大做 所以才造成 如今这幅局面的吗 高明怕是真把我当傻子了 男人不是情绪化的生物 可就因为我质问了他两句 他就恼羞成怒道 对我动手 可见是他心虚了 我捏紧拳头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这事还真过不去了 高明打定了主意 不管我 婆婆以他为先 自然也不会来医院照顾我 其实我伤得不算重 是医生在检查时 发现我怀孕了 强烈要求 我住院观察几天 我伸手抚摸上小腹 心里闷闷的 不知道 婆婆和高明 要是得知这个孩子的存在 会不会对我现在的 不闻不问感到愧疚 或许是因为怀孕的缘故 我饿得特别快 可大半夜的 医院食堂早就关了 我用手机点了外卖 下楼去拿的时候 却意外看见高明 他手腕里兜着一捧鲜花 那脸上喜气洋洋的神态 只在我们热恋期出现过 他明显不是来看我的 鬼使神差的 我跟了上去 亲眼看着他走进了 妇产科的住院部 病房里 响起一个我 无比耳熟的女人声音 你怎么才来 是詹妮特的 就在我想不通他 为什么住院时 高明开口了 对不起宝贝 没有陪你做产检 还不是那个女人 也在这里住院 我要是白天过来 万一碰到他 不是晦气吗 我也是为了保护你吗 詹妮特哼哼两声 我可不怕他 高明 你是不是怕他了 我这几天 根本就没理他 高明大声喊冤 讨好的说道 到时候 你把孩子生下来 我就跟他离婚 我只爱你和孩子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 詹妮特说 等孩子上学 再让他滚吧 我伺候他一场 让他给我儿子做保姆 也不亏 两人的算盘打得叮当响 我在门外心痛到麻木 完全不敢置信 高明真的出轨了 难怪之前被我发现苗头 他不仅不愿意好好解释 还先下手围墙 直接把我打进医院 现在更过分 居然想让我当街盘侠 我摸了摸肚子 脸上一片如湿 眼泪就根指不住一般 不停往外流 就在我伤心难过之际 高明又说话了 我都听你的 家里还要添置什么东西 你都告诉我 我去买 詹妮特得意地笑了 说到这个 刘梅肯定想不到 你在房子隔壁 又租了一套专门和我偷情 而且还有个暗门直通我房间 我们每天 就在他眼皮子底下恩爱 他觉得不对劲 也拿我们没辙 我当初就是因为这个设计 才租下这套房子的 这还不是想着 让你名正言顺 和我住到一起吗 他那个蠢女人 当然想不到 他更想不到 我和他结婚第二天 就和你在一起了 这一刻 我羞怒交加 震惊无比 詹妮特这个保姆 是高明找来的 他当初提出请保姆时 我否决过 家里就我和他 还有婆婆三个人 根本没必要请 他却以我们都要工作 婆婆一个人 在家需要人照顾为由 直接把詹妮特带了回来 看着婆婆喜欢他 我也就没再坚持 没想到 他们竟然存在这种苟且的心思 我脸下眉眼 蛇身回了病房 这么多年的感情 不可能说断就断 我现在怀孕了 在这一国他乡更加不易 权衡利弊之下 我决定看在孩子的面上 再给高明一次机会 如果他愿意和詹妮特断掉 好好和我生活下去 那我就原谅他一次 等到出院那天 我带上运检报告单回了家 当着高明和婆婆的面 我宣布了自己怀孕的消息 他们脸上没有出现我预想中的欣喜 反而都皱紧了眉头 看得我心头发慌 妈 老公 你们怎么这幅表情 高明冷冷地看着我 这孩子不能要 打了吧 我猛地站起来 狠狠地瞪着他 你说什么 高明说 咱们家的条件你也知道 不允许生孩子 不如打掉 等以后稳定了再说 我被气笑了 不可能 有什么不允许生的 咱家这条件不支持生孩子 就能支持你请保姆了 大不了把保姆辞了 反正妈在 她可以帮我 再说了 你以前请保姆 理由不就说的 是妈一个人来这儿 人生地不熟 怕她孤单 等我生了孩子 陪着妈 妈也会开心啊 说着 我看向婆婆 询问道 妈 您说呢 婆婆支支吾吾 我这个年纪 老哥搏老腿的 带不动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婆婆刚来的时候 可不止一次向我催生 现在我真的怀上了 她却这样 那是不是詹妮特的事 她也早就知道了 联想到那天的果汁 我眸色一沉 几乎已经确定下来 听到了吗 妈老了 你要是个孝顺儿媳 就别让老人家那么操劳 她养大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这个当儿子的 只想让她好好享受生活 而不是为了我的孩子 继续辛苦 我咬住下唇 死死忍住眼泪 不理解地看向婆婆 妈 这可是你的孙儿 血清骨肉和一个保姆 到底哪个更重要啊 点到为止 我没有戳破他们 婆婆把头转开 皱着眉似乎有些不忍 半晌 她开口道 既然没生下来 那就不算是个人 也就不是我的孙子 一个胚胎而已 打了吧 我彻底冷脸 护着肚子甩下一句话 不可能 谈话不欢而散 我原本以为 只要我誓死不从 他们就拿我没办法 可晚上运反发作 我在厕所吐完回房时 听到保姆兼高明 和詹妮特的悄悄话 高明没有回房 我早有预料 他们在一起 却没想到 他们居然大胆 倒在家里胡来 毕竟他们在隔壁 还有一套房子 犹豫片刻 我还是复而过去 门内 高明说 我没想到 她居然也怀孕了 让她打掉 她不愿意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的 我有你和你生的孩子 就够了 我咬牙 内心不可抑制地 担忧起来 难道 我不同意打胎 她就要下黑手 逼我打掉吗 詹妮特说 她不打那不是更好 你之前跟我讲过 你们中国 有个故事 叫幻子成龙 到时候 把我的孩子 跟她的孩子替换一下 让她帮我养孩子 那样 她更心甘情愿 至于她的孩子 就送到福利院好了 我听得心惊胆战 三言两语 他们就把这件事 敲定下来 高明直夸詹妮特聪明 这样一来 我连谎话都不用编给她听 我知道 我不能再忍了 因为怀有身孕 我不敢轻举妄动 当即就准备回卧室 之后的事再从长计议 可手机这时候 却突然响了一声 谁 保姆间的门立马就开了 高明看见我面色一变 你都听到了 我咬了咬牙 干脆摊牌 是 我全都知道了 高明 你现在把那个女人赶出去 以后好好对我和孩子 咱们俩还是夫妻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高明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眼神阴沉地吓人 既然你知道了 那我们也不用费心思再做局了 孩子 我只要詹妮特生的 至于你肚子里这个 就不用留了 似乎是想到我不愿意打胎 高明直接把婆婆喊了起来 让婆婆把她一早准备好的打胎药熬出来 你说完怀孕 我就买了 本来以为派不上用场的 没想到还是用上了 婆婆二话没说 就揣着要去了厨房 我疯狂挣扎 哭着大喊 妈 我肚子里的是您的孙儿啊 婆婆头也不回 声音冰冷 我只听我儿子的 她喜欢的女人 我才认她当儿媳妇 打胎药灌进喉咙时 我心如刀脚 詹妮特就在一旁戏谑地盯着我 看我疼得冒汗 她笑意盈盈地指挥着高明为她吃水果 没 你爱她 我也爱她 你的孩子没了 刚好可以照顾我的孩子 我允许你把这个孩子当成你自己的 我目自欲裂地瞪着她 做梦 我死也不会给你们带孩子的 你就是个小三 一个没有名分的垃圾 生下来的也只会是野种 我现在对这三个人痛恨到了极点 从失望到绝望 不过这短短的十几分钟 我能感受到肚子里的孩子在离我而去 我要去医院 不想耽误时间 我转身朝门外跑 婆婆早就挡在了门口 想去医院 没门 我不顾尊严 直接朝她跪了下去 妈 我求求你了 这是你们秦家的骨肉啊 婆婆高明和詹妮特三个人 严防死守地盯着我 甚至还拿走了我的手机 我连救护车都没办法叫 天色渐白 高明看了看一地的血水 簇着眉头问婆婆 妈 要不要送医院 流这么多血不会死吧 婆婆说 月份小 没事的 詹妮特起身用脚尖踢了踢我 没事装什么死 我浑身冰冷刺骨 已经说不出一个字 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的孩子最终还是没了 绝望铺天盖地袭来 我体力刚一恢复 就向高明提出了离婚 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你不是喜欢詹妮特吗 难道不想给他一个名犯 我挑衅地看着詹妮特 我们国人最注重名声 他不和我离婚 看来对你的喜欢也不过如此 詹妮特表面不在意这些 却还是垮下脸 高明赶忙开口 别挑拨离间了 詹妮特说过 他允许你把他的孩子 当成你自己的 你现在孩子没了 他给你一个做妈妈的机会 你就偷着乐吧 这是人说的话吗 我一口气耿在心口 做你娘的春秋大梦 我告诉你们 我是绝对不会给你们带孩子的 你要是非逼着我带 那好 我就让他给我的孩子陪葬 詹妮特怒气冲冲 猛地抬起脚朝我踹过来 我猝不及防被他踢中 心口一阵剧痛 原本虚弱的身体 一下子更虚了 刘梅 你要是敢打我孩子的主意 我饶不了你 你最好乖乖听话 好好给我带孩子 照顾我们 不然我打死你 詹妮特阴沉地说完 又对着我补了两巴掌 我毫无还手之力 看着眼前这一张张曾物冷漠的脸 我不敢再成口舌之快 当即便低头 既然他们不肯放过我 那就大家一起下地狱好了 我就是死也要拉几个垫背的 让他们给我那位出事的孩子偿命 詹妮特对我的忍气吞声十分满意 我和他在家里的地位 也陡然发生了转变 他俨然一副女主人做派 指挥我洗衣做饭 打扫卫生 除了有意刁难我 他还把我当成出气筒 不开心了 就动手打我一巴掌 我面上愈发攻顺 周末外出买菜时 我把高明的车开出去 找了个没有监控的地段 偷偷往邮箱里面 倒了白糖和一些别的东西 回家后 我再也没动过这辆车 看着高明每天开着这个定时炸弹 出去上下班 我心里就涌现出一股期待 在我的友谊讨好之下 詹妮特被我伺候得很好 我每天都会主动询问他的口味 一开始 他还很防备 总觉得我不安好心 但我每次都会主动试吃 证明食物没有问题 久而久之 他逐渐信任了我 却仍旧想不通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看看他的肚子 脸上露出恰到好处的伤感 我一看到你 就想起了我 那个没出生的孩子 我体会过那种孩子出世的感觉 到现在也特别遗憾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的孩子可以顺利出生 平平安安地长大 所以吃的方面尤其重要 我甚至主动为他搓洗贴身衣物 詹妮特十分受用 她越来越信任我 婆婆和她隔着年龄和语言的代沟 她有很多事只能说给我听 对待我时像是小姐妹那般 我对她也一直保持着耐心 我对她也一直保持着耐心 婆婆没有起疑 她只觉得她的儿子有本事 能让一个两个的女人对她死心塌地 而她这个让我孩子流产得直接凶手 我自然不会放过 就让她也失去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好了 美 你往脸上敷的是什么 詹妮特好奇地看着我 我洗干净脸上的药泥 把脸蛋凑过去 你摸摸 滑不滑 敷完面膜的脸蛋 就像包壳的鸡蛋 白嫩光滑 詹妮特眼睛一亮 重重点了点头 她因为怀孕 皮肤变差了很多 长了不少痘痘 我说 这是面膜 里面添加了中药成分 对皮肤很好的 而且很安全 你怀着孩子也能用 说着 我拿了一盒全新为拆封的递给她 她十分惊喜 立刻就悬开盖子 涂到了脸上 早就听说中医妙不可言 没想到这么神 只用了一次 詹妮特脸上的痘痘就消了不少 有激素吗 痘痘当然没了 我笑了笑 是啊 不过这个得坚持用 你现在怀孕了 激素变化太大了 所以才会长痘痘 这个对孕妇无害 一直用也没事的 詹妮特眼珠子转了转 贪心地看着我剩下的几何面膜 我洋装无奈 微笑着全给了她 我这可是忍痛歌爱了 你别跟妈说 不然她又该骂我了 婆婆生怕自己的大孙子出事 不准詹妮特化妆护肤 连洗面奶都不行 不然她也不至于游到冒满脸的痘 詹妮特黑黑一笑 你放心 我都是背着她用的 她这么上道 老太婆应该发现不了 我在面膜里加了摄像 半个月后 高明出了车祸 我和婆婆赶到医院时 她的抢救手术已经做完了 医生告知我们她手术成功那一刻 我心里说不出的失望 但紧接着 医生放出了一个爆炸性消息 高明命根受损严重 生育能力没了 我强忍心头的痛快 才没有当场笑出声来 高明麻药还没退 婆婆守在病床前 脊背深深弯着 哭得撕心裂肺 我看了看手机里 詹妮特打来的无数个未接电话 走上前问婆婆 妈 高明不是没事吗 人在就好 你还没吃饭吧 我出去买点 你想吃什么 婆婆破口大骂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你老公都这样了 你还有心情吃 你滚 我转身就走 毫不拖泥带水 比起这里 还有个地方 更需要我 我打车回了家 詹妮特身边一小滩血水 看见我仿佛看到了救世主 没 你终于回来了 快把我送到医院 我嘲讽地勾了勾唇脚 风水轮流转 你这是报应 她愣了一下 脸色难看起来 你说什么 这可是你的孩子 你不是希望她平平安安的吗 我沉声道 我的孩子早就死了 她面色大变 挣扎着掏出手机 我眼疾手快 一把抢了过来 詹妮特还想打我 可惜她现在的战斗力远不如之前 虚弱得很 我随便一脚就把她踹翻了 原来她当时踢我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吗 我冷眼看着她 我的孩子因为你们死了 你们全都要付出代价 是不是好奇 为什么你会流产 因为那个面膜 我在里面加了活血的药物 你天天用 当然保不住胎 你太恶毒了 詹妮特捂住腹部 狠狠地说 我笑了 我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 你们当初那么对我 难道就没想过会有今天 我靠坐在沙发上 詹妮特黑黑的脸上 居然显出几分苍白 她疼得满头大汗 血水也变多了 她突然在我面前跪了下来 终于服软 我求求你 刘梅 你放过我的孩子 救救我吧 我摇了摇头 我说了 我要你的孩子 给我的孩子陪葬 那天的情景在线 不一样的是 我和她的处境天翻地覆 詹妮特受不了了 她疯狂地朝着门口跑去 可我怎么会让她如愿以偿 我拽着她的头发 一遍遍把她拉回来 最后 在她承受不住的时候 我才大发慈悲 把她送到了医院 她月份大了 不送医院会死 经过我的拖延 她的孩子也没保住 并且还摘除了子宫 再也无法生育 看来她和高明真的很般配 同一天 两个人都失去了生育能力 我起身 我起身 朝着高明的病房走去 刚走到门口 就听婆婆对高明说 詹妮特的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她应该还不知道你出事了 这天 马上就黑了 我得给她打个电话 免得她担心 她的声音里满是担忧 我踏进去 不用打了 她在妇产科住着呢 婆婆十分激动 她出什么事了 高明倒没什么反应 反而还安抚她妈 妈 你别急 应该是例行产检 她怎么这么平静 我挑眉 哟 您还没跟她说实话呢 婆婆脸色瞬间难看 别多嘴 却来不及阻止了 高明敏锐地嗅到了不对劲 问我 什么实话 我摊了摊手 坦白道 你那玩意儿没了 再也当不了爹了 高明脸上瞬间失去血色 不敢置信地张大了嘴 眼眶通红 却半天没发出声音 婆婆抓住后面这句话 急道 你什么意思 我说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 詹妮特在妇产科 她流产了 你们家段子绝孙落 唯一的孙儿没了 儿子又失去了生育能力 婆婆当场晕了过去 得 这一家三口全住院了 婆婆醒后 把我告上了法庭 法官大人 一定是这个恶毒的贱女人害的我儿子和我儿媳 现在他们俩都不能生孩子了 我儿媳的孩子也是她弄霉的 这种人不配活在这世上 我要求枪毙她 她不是你的儿媳吗 保姆才是 法官也搞不明白了 婆婆脸色一阵青一阵红 却一直没停过口中对我的谩骂 我从容不迫拿出那天 婆婆灌我打胎药 还有高明出轨 密谋让我给他们养孩子的证据交了上去 又看向婆婆 你儿子不仁不义 你为虎作娼 真是活该 因为证据充足 经过法庭审理判决 最终认定我是正当报复 判我当庭无罪 我直接提起诉讼离婚 婆婆被气得脑溢血 我目前作为她的儿媳 当然不能袖手旁边 当机立断 把她送到医院 人事就回来了 不过半身不随 瘫痪了 高明恨极了这个妈 詹妮特天天 骂她骂她妈 她再也不能生 时不时就会想起 我以前也怀过她的孩子 她认为 那孩子都是她妈 逼我吃药打掉的 完全不记得那些药 是她买来的 也是她指使着她妈 灌倒我嘴里的 她动不动就打她妈 对詹妮特也不似从前 两人鸡飞狗跳 天天都大吵大闹 而我 已经无心搭理 他们家的烂摊子 离婚后 我带着她大部分的财产 回了国 爸妈得知我离婚的消息 十分震惊 我只告诉他们 高明出轨了 至于那些非人的折磨 那些事已成过去 我不想让父母为我担心 于是主动隐瞒了很多 在国内 我找到了真正心心相惜的另一半 很快生下了一对可爱的儿女 我把孩子的照片发到朋友圈 听朋友说 高明看到我发在朋友圈里的照片 气疯了 暴打了詹妮特一顿 詹妮特不服气 却打不过她 转身把气撒在了婆婆身上 却一不小心把瘫痪的婆婆 推下楼梯摔死了 詹妮特因此锒铛入狱 高明因为身体缺陷的原因 得了抑郁症 也尝试过多次自杀 在后来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们当初不把我逼到绝路上 或许他们如今也不会身处绝路 没有良心的人 注定没有好下场 83岁婆婆在我家七年 一分钱没掏 她才先是 我就收到一封律师函 俗话说得好 皇帝爱长子 百姓爱妖儿 这谚语自古就有 在多个子女的家庭中 父母很难一碗水端平 偏心在所难免 而我的老公周建宏 就是那个爹不疼 娘不爱的家中老二 从小就不被疼爱的老公 却孝养了老母亲整整七年 反而得到关爱最多的大姑子和小叔子 在这七年间只是偶尔来看望一下老母亲 七年后 婆婆去世 可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婆婆去世的第三天 我和老公就收到了一封律师函 我的老公周建宏在家中排行老二 也是家里最没出息的那一位 从小老公就是那种不爱学习的主 但虽然他不爱学习 但动手能力却特别强 每次学习组织什么手工活动 老公都能拿个第一回家 但对重视学习成绩的婆婆来说 这点小成绩在她眼里根本不算什么 婆婆是大学教授 主公汉语言 而她的人如她专长的那样 十分的刻板 不苟言笑 公公是世中医院的副院长 为人比较和善 但在外面微风八面的院长公公 却是个十分怕老婆的主 回到家后的公公 那是一切以婆婆的话为准绳的 因为父母学历都很高 婆婆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学习方面看得很重 可以说 三个孩子在工作之前 最重要的事就是学习成绩 大姑子周建秀和小叔子周建伟都很聪明 他们两人完美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从小学开始就一直名列前茅 后来两人分别考上了985重点大学 大姑子更是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斯坦福大学 攻读研究生 小叔子也不差 他被学校直接保送读了研究生 大姑子和小叔子就成了婆婆心中的骄傲 每每楼下邻居见到婆婆 都会拉住他请教育而惊艳 那时的婆婆都会跟人家侃侃而谈 然后在一众艳羡的目光中 步履优雅地上楼回家 老公告诉我 婆婆最喜欢的日子就是寒 暑假 因为那个时候 大姑子和小叔子都会回家 晚上 乖巧的大姑子就会陪着婆婆下楼溜弯 而那也是婆婆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刻 她会领着女儿在小区花园里一圈一圈地转 这期间会收获无数羡慕的目光 两人就和那开屏的孔雀一般 暂时一个多小时后 才心满意足地回家 相比两个姐弟 老公就差太多了 第一次高考成绩不理想 分数线只够二流大学 婆婆不死心 让老公就复读了一年高三 结果第二次高考 成绩竟然还不如第一次 对老公完全失望的婆婆直接不管了 还是公共看不过去 直接托人把老公弄进了一所 还算说的过去的大学 用公共的话就是 咱家老二 怎么的 也得是个大学生了 大学毕业后 老公就在当地一家私企上了班 至于考研什么的 婆婆不提 老公是根本就不敢想 虽然学习不好 但老公却十分地孝顺 他工作后 拿到的第一个月工资 都拿了出来 分别给父母买了礼物 虽然因为还在实习期 工资不高 买的礼物不是十分贵重 但那却是老公辛苦一个月后的所有薪资 收到礼物后 公共很是开心 而婆婆却只是拿着看了一眼 就随意丢在了桌上 工作不久后 惊人介绍 我与建宏相恋了 说实话 我也学历也不高 大专毕业 现在是一家超市售后 我与老公谈了半年后 他把我带回了家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爸妈 说实话 真的很紧张 特别是见到严重的婆婆 可能是因为不喜自己这个二儿子 连带着 对我也不是很看重 第一次登门 婆婆在家准备了一桌 坐下后 婆婆就问我学历和工作 我都一一老实回答 听我只是大专毕业 现在是在超市 做一个普通的售后员 婆婆的脸色就更淡了 后来我们结婚 婆婆就在市郊 给我们买了一套67瓶的小两居 虽然有点偏 但周围有个大型的菜市场 买东西很方便 大姑子研究生毕业后 回了国 还带回了一个外国男友杰克 两人一起回了家 看着女儿领回的高大帅气的男友杰克 婆婆很是开心 那天直接领着一家人去了市里最豪华的酒店 大姑子和男友都入职 在一家知名外企 两年后 两人结婚 因为大姑子是在上海工作 所以婆婆就拿出二百万给女儿做了嫁妆 小叔子也不差 她毕业后 直接进了一家研究所上班 研究所的主任看小叔子年轻有为 就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了她 两人很快进入热恋期 女孩名叫王一涵 是一个平面模特 长得真是肤白貌美 大长腿 妥妥的衣服架子 在大姑子结婚不久 小叔子也把自己的女朋友领回了家 他人还没回来 就已经电话里提前跟婆婆说了女朋友的身份 所以 婆婆对这个未来小儿媳的到来十分地重视 提前一天 就把我与老公叫回了家 家里就跟准备过年一样 里里外外都打扫了个遍 打扫完后 婆婆还让老公开车 带着她到大型超市 采买了很多价高的坚果 珍稀的水果 还有精品的肉类 海鲜 因为小叔子来的那天正好是周末 我和老公帮着她收拾好后 在准备离开前 婆婆特意叮嘱我们第二天一定要早过去 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 因为心里存了事 一晚没睡好的老公就把我从睡梦中叫醒了 他对我说 小雪 快起来吧 男的妈安排咱个事 咱得放心上 快起 别睡了 我俩起床后 随便吃了点 就急急赶去了婆婆家 刚一进门 婆婆就变着脸对我们说 怎么才来 这么一大堆的事 指我自己 要干到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不是告诉你们 让你们早点过来吗 我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表 才只是七点刚过一刻 这也不晚呢 我刚要开口便捷 老公仿佛知道一般 先一步开了口 我们起得挺早的 就是路上红灯多了点 妈 你不用担心 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我们动作快 很快就好 你别急呀 一家人忙忙活活 我一直到了中午十一点半 婆婆看着餐桌上 已经摆好的八盘精美的凉菜 点点头 冲厨房里的二儿子说道 你先把菜给备好 等你弟回家后 你再开始做 热菜提前做好 就失了美味了 老公一边擦着汗 一边开心地回道 好嘞 妈 你瞧好吧 今天我一定把本事全露出来 保证你满意 婆婆难得地对老公露出了笑脸 点点头后 走到窗口 往楼下张望 口里一直低声嘟囔着 都这个点了 也该回来了呀 难道是路上堵车 见婆婆实在是等得焦急 我走过去安慰她说 妈 这个时间正是下班点 路上肯定车比较多 你别急 先坐下喝口水吧 婆婆回头又看了一下时间 冲我点点头 走到沙发上 坐了下来 结果 屁股刚挨到沙发 门铃就响了起来 婆婆就如同 被针扎了屁股 猛地站了起来 急步走到门口 打开房门 看到门口站的竟然是公公 婆婆白了她一眼 说道 你真是会敢热闹 怎么才回来 医院那边忙完了 公公乐呵呵地放下手里的包 一边换鞋 一边说 忙完了 忙完了 怎么 我来得正是时候吗 说着公公还转着队 环顾四周 婆婆白了她一眼 说道 没回来呢 别找了 快去洗洗手 公公笑着点点头 走去了洗手间 指针指到中午十二点四十五分的时候 门铃终于再次响起 我走过去开了门 见到小叔子 领着一位瘦瘦高高的妙龄女孩站在门外 婆婆见到小儿子终于到家了 未雨先笑 哈哈 快进来 快进来 这一路热坏了吧 小雪 快把我昨天刚买的新拖鞋拿出来给这位姑娘换上 等小叔子领着那个女孩在客厅坐下后 婆婆也一路跟着坐在了一边 我难得地在她的脸上看到了慈爱的表情 婆婆笑着对那女孩说 你就是建伟一直跟我提的意涵吧 长得可真漂亮 这一路挺累的吧 叫意涵的这个女孩甜笑着 对婆婆说 阿姨 我不累 你看着好年轻 建伟也经常跟我提起你 他跟我说 你是大学的汉语言教授 羡慕得我不行 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可是 你也知道 我是个模特 平时时间安排得特别紧 难得有机会放了两天假 这不 我就请建伟领我来看你了 听听 人家这嘴 那甜德 说出来的话 让人听着浑身舒坦 婆婆更是被她说得笑眯了眼 一个劲地劝一涵吃水果 一涵象征性地拿了颗葡萄放在樱桃小嘴里 细细嚼了数十下后 才咽下 然后笑着看向婆婆 说道 阿姨 你家这葡萄好甜啊 婆婆听了 很是开心 对一涵说 你喜欢吃 就多吃 我买了不少 吃完了 阿姨再给你洗 一涵摇了摇头 面露遗憾地说道 不能吃了 吃一颗尝尝味道 就已经很奢侈了 平时 我的经纪人都不让我吃这些的 没事 阿姨 你们吃 看你们吃 我也很开心的 这个一涵染着一头绿红色的波浪长发 身材高挑匀称 大大的眼睛 画着精致的妆容 看人时 眼睛流露出的神情 总是让你感觉他很中意你 我想 这可能就是书上说的一双桃花眼 看谁都深情吧 两人交往一年后准备结婚 小叔子说 他们准备在北京安家 婆婆就一把给了小叔子三百万块钱 他们结婚时 我们也去了 他们在五环内买了一套九十平的房子 据说 婆婆给的三百万还不够 女方家里把剩余的房款一把给不上了 看着小叔子在北京窗明激进的新房子 说不羡慕那是假的 因为大姑子和小叔子两人都在外地安了家 而没有本事的老公却留在了本地 平时每个周末 老公都会领着我回婆婆家 一是怕公婆寂寞 二是不放心两个老人 每次我们都不会空手回家 不是买些他们需要的米面油 就是买肉 再不就是买些婆婆爱吃的水果 但每次婆婆看到后 都很理所应当地让我直接放厨房 每次到婆婆家 我都会把公婆的床单 整套换上新的 把新的信号给他们晾好 老公就准备午餐 等大家都吃完饭后 我会顺手把厨房完全打扫一遍 因为婆婆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 她受不了油乎乎的抽油烟机 所以我还从网上特别订了厨房专用湿巾 告诉婆婆 每次用完油烟机后 用它一擦 就干净如初了 婆婆还有一个习惯 她的内裤穿一个月 就必须要换新的 所以每个月 我都会给婆婆买好新的内裤 在家里洗干净后 再给婆婆送过去 方便她下个月更换 这个习惯 从我嫁给周建宏开始 从来没有变过 也许我们的付出 婆婆也多少感受到了 有时候 她也会坐下来陪老公聊一下天 问问她工作上的一些事 每到这个时候 我感觉 那就是老公最开心的时候 面对自己妈妈的询问 老公都会满脸激动地热烈回应 还会做出很夸大的肢体动作 说实话 我每次看到这个情形 心里都会无来由地替她感到心酸 也许这份来自妈妈的关爱 对老公来说 实在是太难得了 所以她才会如获至宝般地这样激动 可是一年的努力 也比不上过年大姑子和小叔子的一次回家 你就看吧 从进了腊月 婆婆就开始紧张 婆婆家是四十两厅 一百六十八平的大房子 一间是他们的书房 一间是卧室 另外两间 显而易见的 一间留给大姑子 一间留给小叔子 而我们 用婆婆的话说 就是 你们离得那么近 不用给你们准备房间 婆婆说 这话的时候 我明显看到老公的眼神黯淡了 但很快就被他很好地掩饰了下去 继续围着婆婆转 婆婆会让我把给他们准备的房间 全都打扫干净 然后在年二十九的时候 换上全新的床单被罩 被子也是提前几天 趁着大太阳完全晒好 一切都为着等着婆婆 那两个优秀的儿女 回家做准备 婆婆会叮嘱老公 记得做红烧猪肘 五香卤肉 这些你弟弟最爱吃 还有那个薰黛鱼 麻辣鸭脖 这些你姐姐爱吃 说完还不忘叮嘱我 小雪 今年过年 咱就包两种馅的水饺 包一个三鲜肉 再包个虾仁素三鲜 一含不吃肉 倒是喜欢吃虾 到时候咱多买点大虾 自己包虾仁 哦 对了 建红啊 杰克最爱吃你做的糖醋鱼 今年大年夜的时候 你记得做糖醋鱼呀 我站在婆婆身后 看着老公 心疼极了 因为我发现 随着婆婆的话 老公本来隐含希望的眼神 正在渐渐变得暗淡 直到无神 我想大声地对婆婆喊 妈 你还记得你这个二儿子喜欢吃什么吗 不对 不是记得 而是知道不知道 也许 在婆婆心里 根本就不清楚 自己的这个二儿子 到底喜欢吃什么吧 结果 等到年三十那天的早上 大姑子和小叔子才回家 小叔子给自己的爸妈 买了一斤茶叶 据他说 这是特供茶 这还是人家送给一涵的爸爸的 他还没舍得喝 被一涵拿来送给了婆婆 婆婆听着小儿子的话 直接乐得和不拢嘴 小儿媳一涵 更是从一进门 就亲热地抱住了婆婆 还说 妈 我这一年没见 你怎么又年轻了 你这是不是人家说的 那什么对了 逆生长啊 妈 你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了 我这一年没见 可想死我了 说完 竟然还抱着婆婆 狠狠亲了她的脸颊一口 只把婆婆乐得 那嘴张得 我毫不夸张地说 后槽牙都看到了 婆婆把小儿子拿来的那盒专供茶仔细收好 又拉着两人坐在沙发上 好一顿嘘寒问暖 抬头看向老公 正看到她一脸艳羡地盯着自己的妈妈拉着弟弟的手 一脸慈爱地问东问西 我不忍得别过眼 不想让她发现 我已经看到了她的真情流露 谈了也就半个多小时 门铃又响起 我去开了门 没出意外的 大姑子和杰克正站在门口 我把他们迎进屋 婆婆早就站到门口了 看到自己闺女回来了 婆婆高兴地直接抱住了她 还轻轻地晃了两话 口里一直说着 我的乖女儿 你可终于回来了 妈妈想死你了 日子过得很快 转眼两年过去了 这两年里 对我们家来说 是一个多灾的年头 去年的时候 公公突然在睡梦中离世了 早上婆婆醒来 见公公起得比平时晚 也没有在意 以为就是睡得香 就没忍心叫醒她 可是快到中午了 公公还是没醒 婆婆就有些心里犯嘀咕了 等婆婆走过去准备叫醒公公的时候 才发现公公整个人都凉了 公公的离世 对婆婆打击十分的大 可能是因为悲伤过度 婆婆突发脑梗 住院了 在一百二十车上 老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姑子和小叔子 小叔子说 马上请假 这就回去 可是大姑子却说 现在正和捷克身在国外 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 不过大姑子说了 她会尽快尽快玩手头上的事 尽快回来 到了医院后 婆婆已经昏迷 医生检查后告诉我和老公 婆婆这是中风了 医院会尽力医治 但老人毕竟年龄大了 能否完全康复 医院不能保证 小叔子是在第三天的清早来的医院 而大姑子 她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后了 医生告诉我们 婆婆虽然度过了危险期 但却是半身不随了 并且因为年龄太大 以后可能都需要躺在床上度过了 听到这个噩耗 婆婆直接哭了 她一边嘴还是歪的 口里发出的呜呜声 让人看了特别心碎 一个月后 婆婆可以出院了 现在婆婆这个情况 自己肯定不能一个人生活 在出院前 我们一起围坐在婆婆病床前 老公把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 他说 咱妈这样 出院后 身边肯定是离不了人的 但我问过咱妈了 她不想请保姆 所以今天咱就说说 咱妈以后跟着谁 老公的话说完后 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大姑子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仿佛那只手上长出了鸡脚 怎么看也看不明白 小叔子 也不抬头 紧盯着自己的脚尖 杰克根本就没跟来 小儿媳一寒 则是事不关己地站在窗前 看着楼下的风景 也不知道 她在想什么 老公见他们都不回话 就继续说道 既然你们都不表达 我就当你们都同意了 那我就问问咱妈 她想跟着谁 没想到的是 老公话音一落 大姑子掀开了口 见红 我不行 倒不是我不想孝顺咱妈 主要是我真的没时间啊 你看我经常飞来飞去的 自己的家都快变成旅馆了 咱妈过去 又不想请保姆 她自己在家 怎么能放心呢 大姑子在说这话的时候 我就一直紧盯着婆婆 见到婆婆在听到自己女儿说完后 眼神黯淡了一些 但她很快就把目光望向了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 她口齿不清地冲着小儿子喊道 唯唯我 小叔子听自己妈妈叫自己 正要开口说话 本来站在窗户边的义涵突然走了过来 她把双手放在自己老公的肩膀上 两手好像用了不少力气 我能明显看到被她抓皱的衣服 可能被抓得有些疼了 小叔子发出一声轻呼 也就是这声轻呼声 打断了小叔子想说的话 义涵见小叔子不说话了 这才冲着躺在床上的婆婆柔柔的一笑 说道 妈 你能出院了 是个大喜事 我这里正好也有个喜事要告诉你呢 妈 我怀孕了 听到这话 婆婆 婆婆和小叔子都瞪大了双眼 其实 前两年的时候 婆婆和小叔子就想催着义涵生个孩子 但义涵一直不同意 她说她还想再多做几年模特 如果生孩子 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断了 只是没想到的是 在这个时刻 义涵竟然说她怀孕了 真的是好巧啊 显然 义涵怀孕了 她就是需要精心照料的人了 怎么可能再辛苦地伺候一个半摊的人呢 看着婆婆完全暗淡下去的眼 我知道 婆婆明白了小儿媳的那点小心思 不管是否真的怀孕 她不想养已经半摊的婆婆 那是事实 爱 看着一直强势的婆婆 落到这步被众人推的境地 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看了一眼老公 见她也正眼寒祈求地望向我 我对她安抚地一笑 走到婆婆床边 轻声对她说 妈 如果你不嫌弃我和剑红笨手笨脚 就跟着我们吧 我看到婆婆听完全我说的话后 眼圈瞬间红了 她什么也没说 但我知道 这是她默许了 大事商量完 小叔子去给婆婆办理出院手续 我给婆婆收拾东西时 听到小叔子与义涵在走廊里争吵的声音 小叔子说 咱妈对咱不错 你怎么能骗她呢 一喊 我怎么鞭她了 我就是准备今年怀孕要了孩子吗 再说了 你妈到了咱家后 是你伺候 还是我伺候 周建伟 先提前告诉你呀 我是家里的独女 从小教养大的 从来都是别人伺候我 我可不会伺候人 更何况还是一个已经塌了的老太婆 你可别指望我伺候啊 如果你硬要当那个孝子 行 咱先去办个离婚 离婚后 你爱伺候谁伺候谁 小叔子 王一涵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 什么叫老太婆 我妈最喜欢你了 你怎么 然后 就是两人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直到他们走远 我才听到婆婆粗重的呼吸声 然后 我在婆婆的眼角看到一道流下的眼泪 顺着脸颊一直滑入头发里 为了能够既照顾到婆婆 又照顾到自己的女儿 我们没有去住婆婆的大房子 而是把婆婆接到了我们市郊的小房子里 为了让婆婆住得舒服 我们把主卧让了出来 因为女儿高中住校 基本不回家住 我就跟老公住到了女儿的卧室 还好 当初女儿为了睡得舒服 吵着要了一张双人床 自此 婆婆就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每个月周末女儿回家时 就让她与我一起睡在她的床上 老公就在沙发上将就将就 我和老公一起尽心尽力地伺候婆婆 每天我负责给婆婆做饭 老公就给婆婆做全身按摩 上午一次 下午一次 每次都一个半小时 按摩完后 老公整个人都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这样一直五年后 在第六年的年头上 婆婆突然病情恶化了 脖子以下全都不能动了 完全贪了的婆婆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一不如意 就大吼大叫 这个时候 老公就特别有耐心地一边给她按摩 一边点头听讯话 看到这样的老公 我觉得自己找对人了 能带一直不疼爱自己的母亲如此至孝的人 将来对我也绝不会差 我和老公为婆婆端屎端尿 每日擦身 你能相信 一位在床上瘫了六年的老人 身上一点褥窗也没有吗 我婆婆就没有 那是我们每天都为她坚持温水擦拭 定时翻身的结果 在这几年间 大姑子和小叔子来看婆婆的时间 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头两年的时候 还定年过年的时候 回一次家看看自己的妈妈 但从第三年开始 她们就以工作忙 实在没时间为由 再也没有回来过 刚开始的时候 婆婆还盼望他们来看她 毕竟是自己疼爱了那么多年的孩子 但随着一次次的失望 婆婆再也不提他们 仿佛自己从来没有生过他们一样 有一次 婆婆的一位老同事家闺蜜薛依来看她 两个人在屋里关着门很长时间 因为不放心 我就把耳朵铁在门上 想听听里面的动静 但只听到有隐隐的说话声 但具体说的什么 却完全听不清楚 后来 薛依又来过三次 每次都领着一个身装西装的中年男人 我以为是薛依的儿子 就没有太在意 在我们照顾婆婆的第七个年头 婆婆在睡梦中离世了 老公俯在婆婆的床边 哭得肝肠寸断 见老公实在太伤心 明显已经顾不得其他 我只能独自给医院还有殡仪馆去了电话 又给大姑子和小叔子去了电话 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次他们来得非常快 在我通知他们的第二天下午 两个人就先后回来了 大家一起给婆婆办理了后事 在安葬好婆婆后 回到家里 大姑子和小叔子两人就开始旁敲侧击地问我们 婆婆去世前有什么交代 比如有没有什么要跟他们说的话 或是有什么东西要交给他们 听他们这样问 我和老公都茫然地摇了摇头 老公难过地说 妈走得很突然 什么话也没留下 对老公说的话 他们显然是不完全相信的 还是大姑子果决 他听我老公这样说 直接不纠结 说道 那咱妈离开了 东西肯定在咱妈的房子里 咱就回去找找 能卖的卖了 我看那个房子 咱也挂网上卖了吧 所有的钱 咱统在一起纷纷 我和建伟身在外地 生活压力很大 我们分别占四成 建红住在老家 又是个女儿 压力可以说忽略不计 我们就给你留两成 说到这里 大姑子又转头望向自己最小的弟弟 问道 建伟 你觉得我这样分 合理不 小叔子咬唇 考虑了半分钟 点点头算是同意了 我笑望着他们两人 三言两语就把家给分了 这七年里 一点孝道也没劲 就要拿走家里财产的绝大部分 我感觉 他们的高学历 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 其实对于能不能分道钱 我并没有太多想法 本来嘛 我和老公要伺候婆婆 本意就不是为了钱去的 可是看着大姑子和小叔子两张道貌黯然的脸 我却感到悲哀 替婆婆感到悲哀 正说得热闹 家里门铃响起 我起身去开了门 看到正是前一阵子来过我家的婆婆 闺蜜薛怡 她的身后还跟着那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人 把他们请进来后 大姑子和小叔子显然不认识他们 眼带询问地望向我 我就给他们介绍说 这位是咱妈的同事 也是好闺蜜薛怡 薛怡冲他们点点头 什么也没说 只是扭头望向了身边的中年男人 我见薛怡的行为有些古怪 也好奇地望着那个男人 只见他从手里提的黑包里拿出一个文件袋 拆封后 将里面的一份文件和一封信地给了我 我疑惑地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薛怡 薛怡笑着对我点点头 示意我看文件 我低头一看 文件表面竟然写着 房屋转让书 还有一张是财产公正 和遗产证明 仔细看完后 我完全震惊了 也把我弄糊涂了 这个一直不喜欢我们 甚至有些看不起我们的婆婆 竟然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 包括她那套大房子 都给了我们 她的房产证上户主的名字 竟然更改为 周建宏 东方雪 我的名字婆婆 竟然也写在了房产证上 我抬起眼 震惊加疑惑地望向薛怡 薛怡笑着 让我先把那封信看完 打开封着的信封 里面只有薄薄一张信纸 就是一时 婆婆常用的那种红色线条的老式信纸 上面用不规整的字写了短短几句话 耳闻不如木剑 木剑不如足剑 剑红 小雪 妈以前是瞎了眼 错把朱玉当渔木 你们都是好孩子 使妈亏欠你们太多了 这是妈最后的心意 你们一定要收下 爱你们的妈妈 老公看完婆婆给个信后 眼圈都红了 她强忍着泪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姑子见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干了 她高声说道 我不信 妈妈那么疼我 怎么会不把房子留给我 你们是合着火骗我们的吧 那个中年人把自己的工作证拿出来 证明自己是启明律师行的正规律师 晾完身份后 那位孙律师开口了 她对大姑子说道 我的当事人说了 如果公布了这个结果 没有人有意义 那么事情就此结束 但如果有人不同意 说到这里 她停顿了一下 又从包里拿出一封信 递给大姑子 然后继续说道 如果有人不同意 就让她看看这封信 听律师这样说 小叔子也走上前来 与大姑子站到了一起 大姑子疑惑地看了看那位律师 低头拆开那封信 里面还是只有一张信纸 只是里面 只写了一句诗 词物上繁补 羔羊由贵族 人不孝其亲 不如草与木 那张纸在大姑子的指尖滑落 大姑了 和小叔子 两人满脸羞红 再也没脸继续待下去 两人没有告别 直接灰溜溜地离开了 我拾起婆婆写给 他们的那张信纸 看着上面婆婆写得歪斜的字体 泪渐渐模糊了双眼 有些地方 照片 它就会把关于 他們都在看着 他们都是会等下